嗨,我是徐徐 4月初,咱们吃瓜群众应该都被张继科欠下赌债 拿明星前女友的隐私召还债的消息轰炸了好久吧 这个瓜可以说是震惊了不少网友 这事已经不是娱乐瓜,而是要上法治版面的程度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少人应该知道了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4月初,一个叫李维敖的调查记者连发了三条微博 说张继科欠下500万巨额债务,自己没钱还 反而拿前女友景田的私密视频给债主 想让债主问前女友要钱 这三条惊天微博直接标上了微博废瓜 网友们开始深巴 发现三年前就有人爆料过这事 景田的同班同学也曾经暗戳戳说过这事 而且景田曾经在微博说过自己有过一段很黑暗的时期 那段灰暗时期正是2019年9月以后 二人6月官宣分手 记者爆料19年12月债主拿着私密视频问女性要钱 所以这时间上也是对得上的 张继科的律师表示要马上准备起诉 李维敖又甩出了更多证据 有张继科的借款合同 对不雅视频的范围等等 事件一出虽然还没有定论 但张继科的口碑急转直下 很多和他合作的品牌都纷纷解约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还没什么进展 不过我猜这张继科的明星之路应该也走到头了 他从一个人人追捧的冠军明星 到踏入娱乐圈的流量明星 再到现在被口诛笔伐 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样的结局的呢 咱们今天的影片就来好好说说这他房的张继科 如果你喜欢看一些人物的传记和八卦 包括但不现于王室名人历史人物等 欢迎订阅的频道 如果把人生看成是一个个剧本 那张继科拿到了第一个剧本 就是乒乓小将 1988年2月16日 张继科出生在山东青岛 父亲张传明是青岛市第二体育场的乒乓球教练 虽然是乒乓球教练 但张传明平时喜欢看足球 崇拜巴西名将继科 所以就把儿子也取名为继科 希望儿子以后能和巴西那位名将一样 在绿荫场上叱咤风云 张继科一出生哭声就很大 父亲认为他肺活量好 适合搞体育 在他三岁的时候 张传明就带着儿子练习足球 各种技巧都一一教给了儿子 张继科呢 的确在足球上有着天赋 张传明想着用不了多久 就能把儿子送进专业队了 没想到1993年5月 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区小组赛中被野门队击败 张传明对中国男足彻底失望 也明白如果儿子继续学足球 即使进了国家队 拿冠军也没什么希望 然后他就改教儿子乒乓球了 于是5岁的张继科 开始在父亲的训练下 正式学习乒乓球 自己没能进入国家队 张传明希望儿子 可以实现他这个未完的梦想 张传明的训练十分严格 每天都要进行魔鬼般的训练 家里空房间练习打球 家里小院练习各种跳 去海里游泳锻炼身体协调性 父亲骑摩托车 张继科要跑在前面 要是当天训练没让父亲满意 还要加练 只要张继科稍微走神 父亲火气一上来就会被打 屁股被打得甚至都不能坐下 上课四节课 他都只能站着上 张传明是那种坚信 棍棒底下出孝子 欲不拙不成器的父亲 因为虾的形状向弧线 张传明认为多吃虾能拉弧圈球 于是就逼着张继科吃虾 这也导致了张继科后来好多年都不爱吃虾 在这种常年累月从小开始的高强度训练下 可想而知 张继科的童年是非常单调压抑的 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也说 自己的童年是黑白的 没什么玩具 你问我啥人者生规 啥什么官能告诉我 说不出来 父亲从他出生开始 就记下了厚厚的一本训练笔记 有24-5万个字 但成年后的张继科没怎么看过 旁人看来他有点逃避自己的成长经历 对此父亲张传明也表示认同 因为爸爸对他太严厉了 他没有童年 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 因为爸爸对他太严厉了 有时候我和我爱人也说 这个孩子没有童年 也许这样的训练也让他封闭了内心 不太说出内心的想法 母亲徐欣音曾说 自己的儿子不会撒娇 做事特别有主心骨 父亲后来也说过 摸不清楚儿子的想法 我现在都摸不清楚 后来问他你偶像是谁 我没有偶像 我偶像就我自己 1995年 7岁的张继科被送进了青岛市第二业于体校 带他的教练是生鹏华 张继科是16个队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教练说虽然年纪最小 但张继科比其他孩子都更懂事成熟 其他孩子只要教练一不在就会偷懒 但张继科不会 甚至他会因为队友不专心训练而和他们闹别扭 第二年他第一次参加省里的比赛 速度快力量大身体素质非常好 展现了一流运动员的潜在素质 从1997年开始 他连续三年拿到了山东省希望杯 少年儿童乒乓球赛单打冠军 10岁那年顺利入选了青岛市乒乓球队 两年后和整个青岛队一起进入了山东鲁能俱乐部 又两年后进入了国家二队 进入二队一年后又顺利进入了国家一队 这时候他15岁和他同时进队的还有马龙 张继科成为队里重点培养的年轻队员之一 这和他过硬的身体素质一直以来的拼劲当然是分不开的 他遵守着和父亲的约定要打入国家队核心圈 争取走上世界比赛的球场 但在2004年他被意外退回了省队 具体什么原因我们先卖个关子 乒乓球本来就是个狠卷的领域 他从上千万人中进入到只有二十几个人的团队很不容易 但还没来得及施展报复就因为自己的原因离开了 这对张继科一家来说不亚于是天都塌了 据说当时张继科回到家就不想继续打球了 本来父亲张传明准备痛骂他一顿 但看到他这个样子知道儿子心里难受 找来省队教练 一番开导后张继科继续好好打球 在2006年的全国锦标赛中打进八强 凭借这个成绩重新扣开了国家队的大门 然后就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二个剧本 大满贯 但因为他在球场上的表现 他这个大满贯又有一些些的争议 二次进入国家队 张继科已经18岁了 这对一个运动员来说年纪不算小了 当年和他一起进队的马龙 已经是核心圈选手了 核心圈的意思是可以参加世界比赛的选手 06年到09年这三年 他稳定成长 很快就进入了爆发期 从2011年是拼赛 世界杯 再到2012年奥运会 在24岁这一年 他用了445天就成就了大满贯 是历史上最快拿下大满贯的乒乓球运动员 至今还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 因为球风霸道 进攻性强 张继科被称为亡命赌徒 日本人称他是帝国绝凶虎 教练刘国梁给他起了个外号 藏敖 意思是他凶猛又难控制 但张继科本人并不喜欢这个称呼 让他选 他会选狼 我会选狼 你是个狼性十足的人 对我认为是 但也许旁人比他更了解自己 他的确是难以控制的 正因为他胆大的 无法控制自己 所以他才会遭受这么大的挫折 当这种胆大 变成可以驾驭得了 比较能够控制得了的时候 他就是个人才 他就不是个疯子 这是张继科的主管教练 肖峰对他的评价 他在赛场上的难以控制 也给他带来了一些争议 2011年5月 路特丹试拼赛梦开始的地方 张继科首次参加试拼赛单项比赛 结果一名惊人拿了冠军 赢了决赛后 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 然后突然仰天长笑 一把把上衣给撕碎了 这一幕相信不少人记忆犹新 也成为了张继科的名片 这在以内敛为特色的中国乒乓球队里 是有划时代意味的 这里说个好玩的小插曲 当时张继科穿的运动服是李宁赞助的 李宁加班加点加固了领口 然后就再也没有人能撕开李宁的运动服了 6个月后 巴黎世界杯南单决赛 张继科打败对手 霸气地脱掉上衣扔向观众席 人们看到他的背后纹着一堆翅膀 还有一个英文单词 persistence坚持的意思 2014年10月 南拼世界杯上 张继科打败马龙成为冠军后 转身将身后的广告牌踢烂 之后又把另一侧的广告牌踢烂 连续破坏了两块广告牌后 才和对手以及裁判握手 当时就有一些媒体说他脾气太暴 不懂控制 但无论球迷还是整体舆论 似乎对于他这种 外放张黄的血性颇为青睐 他被处罚不能拿到 4.5万美元的冠军奖金后 这事就算过去了 张继科也道了歉 说自己是因为太激动了 压力太大了 国际拼联也发声说 谁都会犯错 理解和信任张继科 国际拼联市场部总监 马修庞德 甚至在事发后 第一时间捡起广告牌的碎片 找张继科签了个名 挂在自己的办公墙上 2016年里约奥运会 乒乓球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张继科对阵日本选手 一上来就以5比11落败 然后这一段 场边教练刘国梁 让他醒醒的视频 被记录了下来 之后张继科回归正常水平 连番四局逆转比赛 虽然这次奥运会 没有拿到单人冠军 但这一段继科醒醒在国内各种平台传播 让张继科迅速出圈 甚至比拿到了冠军的马龙还要火 成为了现象级网红 当时张继科微博粉丝 已超过800万 收割了无数的迷媚 也开启了他的第三个剧本 出入名利场 成为娱乐明星 我们这代平方球运动员 可跟上一代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会遇到一些前辈们没遇到的问题 例如 刘日导会教我们怎么打球 怎么应对比赛 怎么去战胜对手 但却不能教我怎么对手打扣 现在去比赛 还有好多粉丝 去给我们好多运动员 去做应援 好多人都是从五湖四海赶过来 赶到现场为我们加油 确实我很感动 但有的时候也很慌张 刚要发球的时候 我就听到 张继科 命给你 这一段是2019年 张继科参加吐槽大会时说的 还挺贴切的 李约奥运会已经是张继科 处于职业生涯的默契了 当时他受腰伤困扰 状态已经开始下滑 除了后来18年短暂复出后 再也没见他在国际比赛里打过球了 虽然运动员生涯难以继续辉煌 但他刚好赶在了内鱼饭圈氛围 非常严重的时候 他长相帅气 有着脏骚的突出个性 继科醒醒 又带给他一种猛感 和赛场上的样子形成反差 再加上大满贯的光环 可以说是满足了很多女生 对于另一半 既有保护力 也有男孩气 而且帅气 多金又年轻的向往 从李约奥运会回来 机场好多人拿着花迎接他 他说自己都被吓到了 后来他渐渐从体育场退出 抬脚走进了娱乐圈 拍杂志 录单曲 综艺节目 商业代言 接踵而来 进入了娱乐圈的张继科 带着几个标签 标签一 撩妹胜手 婚恋市场上 张继科可以说是充满自信的 像女性袁珊珊 就曾经公开说过 张继科是自己的菜 后来在17年的跨年夜 二人传出了绯闻 当时张继科在录制 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 袁珊珊也在上海拍戏 记者拍到俩人和别人一起吃饭 随后一同进入酒店 第二天早晨才离开 不过两个人都没有承认 没过一年 她的女友换成了景田 这段恋情十分高调 公开的藏头师 微博各种留言 见家长 竞斩火速 也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 2019年 张继科登上了最热的综艺 吐槽大会 说出了前面那段话 吐槽大会给她的一个标签 就是撩妹 这时候的张继科状态非常好 虽然退出了赛场 但她依旧万众瞩目 19年6月 二人官宣分手 之后张继科的绯闻女友 叫张蕊 直燕是个化妆师 张蕊有一个前夫 叫张思琳 是个导演 是百百合的现男友 2021年 张继科上了效果的 超nice大会 张蕊也去了 现在她出事了 不知道二人是否还在一起 但要说 这张继科真的会撩妹吗 她在综艺女儿们的恋爱里 和金晨约会的表现 不仅让观众各种吐槽 甚至在节目里 都能感受到金晨的各种翻白眼 第一次约会 她穿了条短裤就去了 吃饭时 她坐没坐下 要么勾搂着背 要么翘着腿 吊儿郎当的样子 你以为她不喜欢对方吧 她会说 我觉得你特别好 但是呢 她的实际行动 又和她的说法背道而驰 让人感觉不到她的情感 第二天问去哪里玩 她说自己不知道 让对方计划计划 吃饭时 餐厅只送来一份甜品 她没问一下对方 就说自己能吃 咱先不说 身世风度啥的吧 就会觉得这人啊 最基本的礼貌都少了点 我理解中的撩妹胜手 是很能给到对方情绪价值的 但显然张继科不是 他是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想法都不会表达的人 更别说别人的了 标签二 圈钱 2017年 《体坛周刊》公布了 中国体坛财富榜 张继科2016年 以6000万元收入排在第二 仅次于当年的孙杨 根据国内媒体报道 张继科代言费用 曾高达1000万元每年 除了代言各类广告 他还频繁参加综艺 有人算了一下 他参加过20多档综艺 此外张继科还有自己的生意经 2019年 他以联合创始人和代言人的身份 加入了奶茶品牌 猴子的旧兵 为品牌拍摄宣传片 并且邀请了诸多体育娱乐明星助阵 有着奥运冠军大蛮贯的荣耀加持 各类加盟商纷纷而来 在2021年5月 猴子的旧兵被河南桂梁集团 以3000万元收购 签约仪式上 张继科闪亮现身 并被授权为首席品牌战略官 以新身份继续参与品牌成长 但其实早在19年和20年期间 就有多名用户在微博上表示 自己加盟后被品牌欠钱不还 门店人去楼空 如今公司已经跑路 他们还在维权 而张继科早已在微博 删除了所有相关的内容 张继科名下有一家公司 叫做北京飞敖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它占股35% 这家公司曾经推出过一款 金牌后礼冠军酒 并将这一酒产品与茅台集团关联 也被网友质疑称 359卖1226元 专坑粉丝 除了开店 2022年张继科开始直播带货 小龙虾热干面茶叶坚果 张老板的小卖铺可谓货品齐全 琳琅满目 有报道称张继科一度创造两个小时销售额达到200万元的记录 在同时间所有的带货主播中高居第一名 可以说流量变现的路数 张继科是一样也没落下 张继科喜欢奢侈品 喜欢豪车名表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他曾经穿过一双拖鞋 都是售价在6000元人民币的古池 爱马仕阿玛尼的奢侈品也都应有尽有 他还在北京和青岛两地拥有多处房产 他的马沙拉蒂跑车288万 298万的宾利欧路 他的车牌都有JK两个字母 家常版路虎的车牌更是JK445 代表着他那终身的荣誉大满贯 爱车是一方面 他还喜欢手表 就单单在网络上看他各种合影 最低的价格在15万左右 最高的价格达到了80万 而其中众多名表里 有一款这个名字的黑色传奇白色传奇 是全球限量款 价位在人民币60到80万 张继科一口气把黑白两款都买了 换着带 他这么有钱 为什么会没钱还债呢 这里就要说到他的另外一个身份 赌徒 前面我们说过 早在04年 16岁的张继科好不容易进入国家队 却突然被退回省队 就和赌博有关 当年的《体坛周报》在小标题 犯错已非第一次部分谈到了张继科 说他借了某位拼弹大腕的银行卡 参加博彩游戏 输钱后没脸见大哥离队出走 2015年德国《明镜周刊》爆料 张继科在3月随队到德国比赛期间 溜出酒店偷偷离开 目的地是赌场 据李威奥记者爆料 张继科与这一次的债主S先生在境外赌场相识 而这一点刚好与早年间粉丝晒出的张继科行程图对应 根据相关截图 张继科曾在2019年多次往返北京与金边 要知道金边是柬埔寨的首都 是东南亚最大的赌场聚集地 有东南亚小澳门之称 而张继科频繁前往金边 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 他早年接受鲁玉有约时说过 只有在球场上自己才能达到亢奋的状态 日常生活里的那种开心觉得不够刺激 因为这种快乐 这种让自己感觉就是 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球场上 其实当我下来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东西 也会高兴 或者是也会那种心情好 或者干嘛呢 真正让你内心会 特别亢奋的那种状态的时候 只能是在球场上 因为习惯这种 在球场上 球场上这种对抗这种感觉 你在生活上 你很难体会到 你会感觉 可能没有什么刺激吧 这段采访我觉得值得深思 我们看他平日里 甚至是在综艺里 就是一副睡不醒 做什么都心不在焉的状态 甚至走在路上 都能两次掉到下水道里 是不是因为日常里 他觉得不够刺激 不能让他亢奋呢 而赌博就刺激性和让人亢奋上来说 是不是也和竞技比赛不相上下呢 从球场上失去的那种刺激 和肾上线飙升的体验感 他是不是试图在赌场上找回呢 但是有这么多退役的顶级运动员 为什么张继科就出事了呢 这和他的家庭教育有关吗 和他这一路走来 因为有着技术过人 大满贯光环 而被家人教练团队粉丝 纵容溺爱 忽视了他的致命问题有关吗 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